哈喽 干杯 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干杯 今天我和爸爸一起来给大家 Rootour 大家看我的样子应该知道 我是刚刚起床 衣服都没换 头发都没洗 我们家也是有阿里特别的乱 但是那种刻意打扫过的 隆脱油什么意思 家就是要乱乱的才想家 不然那就是宾馆了 对不对 我这个家真的是深圳 幸福感最高的一个家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窗外 对面就是山 太漂亮了 我们家是朝南的 因为我喜欢南的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厨房 这是我很用送给我的一个空气炸锅 我最近用空气炸锅可以炸出肯德鸡 你们知道吗 我真的是太爱天才 真的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小厨娘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可以在弹幕里扣个1 准备进军美食圈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 它跪下抢得太高了 这个早餐鸡真的很好用 就我以前在国外买的那个摩菲的 一模一样 但是它这个价格 这种领券啊 什么618 只要200多 超级划帅 然后全面面膜也烤出来 也是很俗轻的那种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家的客厅全帽 这是它的家 这个地方三个用途 吃饭 我可以拿这个switch跳舞 还有就是这边采光好和拍摄 我们还想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啊 但是我发现我消失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放了一块地毯 朋友过来可以坐 这个地方是我新家最满意的地方 然后一米八的这个全身镜 只要穿的好看点 直接就是变成某书里面帅哥OOTD专用 为什么我不发OOTD呢 因为我每天在家就只穿睡衣和睡裤 什么衣服都不爱穿 这个脚我还放了一个洗衣机盒鞋柜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的厕所 我们家是干湿分离的 大小不大 但是东西很多 我真的很喜欢大理石 我觉得大理石很有质感 这里就是一些我现在在用的洗护 我特别喜欢这种超大瓶的这种洗护 洗起来超级爽 而且很划算 这个地方就是我平常会用到的一些彩窗 然后呢 这些呢就是我平常会用到的护肤瓶 上面也是啊 我们把镜子打开 这些都是我在用的护肤瓶啊 我会分类就是香水洗面奶 一些我开的的面霜啊 海南之密这个面霜我真的是用不下去 太油了 非常喜欢囤清洁面膜 特别喜欢用这个彩丝面膜 超级好用 上面就是水和精华 然后呢我会把一些正在用的护肤瓶 全部摆在洗手台上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对牙膏特别好用 就是你感觉自己的牙构全部清掉了 卸妆 斜面 这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最近刚刚用到的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刚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个美脊喷 我买了以后 就是基本上已经三四天不洗头 就是头发整个就是干燥 舒爽 畅快 这个台子面 为什么买它呢 它是卡带身同款啊 很适合我这种都市利人的风范 这个真的很好用 超级细 它是直接往上飘的 我对干发喷雾也小有点久 就是它里面除了那些很基础的大米垫 那还加了一些火山矿物质的 但是你看我 一下子就是干爽喷松 而且它完全不会留下任何的那种白的痕迹 这一点就马上用别的牌子拉开距离的 三姐就是会挑 它喷头也是这种血水的 就很方便从这种发根来喷 我感觉自己像个脱衣老师 这个思路还很糊糊品 它里面还加了红锦贴玫瑰萃续物 它可以强热我们的发根 让我们自己不那么脱发 因为我们头发油的人 脱发很严重 我知道我头发很脱 这个力道很大 所以说就是可以把我们头发 冲起来像我这种细软塌头发 一下子头发就碰了 而且它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问 甜调 胡椒加果香 中调 小餐廊花香 味道 琥珀加香草 高贵有气质 配我刚刚好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味道 就是高级又知性 跟我本人的人设是一模一样的 平时朋友们真的很高 继续看我的台子 护肤用的东西真的不多 就是一个小白瓶 一个乳液 接下来这个 这个我好想给你们安慰 可是有些人没有玩 哦好胡闹哦 好贱 我上面买了一个给拜森的一个 一个支架 就可以很方便 很轻松的 把这个戴森放在这边 就感觉自己像一个 非常有水准的Tony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我拍Room Tour 这个那么丑的毛巾我不丢掉 因为这个是无印男品 229 真的贵索了 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欢迎到楼上 它反而是用一个玻璃 把这面壳开的 但是呢我想把这个地方 改造成一个放衣服的地方 所以说呢我就把那个玻璃拆了 专门就是 把我放的东西 这边呢就是一些衣服短袖 这些是呢我准备开箱 还没有开箱的囤货 用拥到的东西 然后这个箱子呢 放一些超级贵的囤货 对面呢又是一个柜子 也是放我各种的衣服 放内裤子就不给你们看了哈 这是一个烘干机 然后呢被我变成了一个衣架 因为我的衣服实在是太多了 我这个5公斤又一个鞋架 大家看这里有没有很好奇 它这里面实际是个过道 但是因为开发窗设计有问题 它又只能是这么一间 就变成了我放各种PRP 这里有好几箱我的护肤品囤货 最后呢就是床 床没什么好看的啊 给大家过一下目 感情还是深温 危险有名人 真的有点无语的 我刚才想跟大家装大厨 想跟大家炫耀一下我做的薯条 然后就全焦了 怎么那么难做啊 光录视频啊 然后一边说自己是都市里人 就录了一个小时啦 点开玩笑 来搞个护肤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本人早上是怎么搞的 早上的水呢 我就用一个普通的控油的水带过 接下来就是用精华 我最近又兜兜转转 又用回了偶泪这个光感小白瓶 美白玩家人手一瓶 美妆圈申嬛地位 他们在烟线岸做的是真的很好 因为他们家的烟线岸的纯度都很高 意味着它的卖出度很强 不容易过敏 还有一个就是现本岸 两个加起来 DoubleQ 白色素杀死的摇篮里面 它的美白效果就是墙中墙 所以说这么多美白精华中墙来呢 我觉得多重的还是会想起它 我这个互联网小甜豆 Sometimes能帮你们填到大婚啊 它呢就是可以帮你们解决 你们对我产生的那些谈话反应 大家有误区 也就是很多女生不是黑 它其实是黄 就是说那个渗透性很强的 那两个黄战神们 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肤底层 它是从内去解决你皮肤那些肌肤辣黄的问题 脸就会像我本人一样 本来呢从内部透出来啊 比如说我用这个全面的提亮啊 或者淡化一些局部的暗沉啊 这个足足够非常有用 但是小白瓶在这里 大家应该不用我说了吧 可能夏天很轻薄很干爽很舒服 如果你想突然间要来个集中美白 你就用上这一瓶 配上这一个小白瓶面膜 它这一瓶差不多有半瓶小白瓶精华 两个大材在一起真的是绝配 绝对是白道发光 我们可以用一个日本的乳液啊 我在夏天真的很喜欢用这种流动性很强的东西 然后最后呢给大家准备那些租房的小tips 大家尽量可以不要去找那些中介啊 那些都会收很高的 那些什么品牌啊 这样不推呢大家说什么自如但可 就年轻人去注入海考 我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会去那些中介的那些APV里面看好一个小区 看好那个小区以后呢我去咸鱼找 咸鱼中的房子是保证没有中介费的 这样呢就可以省一大笔钱啊 就是我搬家搬了那么多次 我还是希望有家的感觉 我就希望这个地方温馨 然后可以让我做的饭可以让我过日子 然后大家最后猜一猜 我这个房子要多少钱 我的坐标是深圳弹幕时间 5千块钱一个月包水电 芝是不是觉得性价比其实是蛮高的 毕竟深圳这个房价 我之前房子三十平七千块钱 那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讲证莫雷的视频的话 麻烦给我一个三点加一个关注 我现在整个人的形象在镜头前已经完全放肥自我了 我的头发也不弄啊 我本人最好最怕的样子要留给富婆和大宽 我做OK 我是芝芝886